心肌梗塞是一类非常严重的大病,常常在不经意间要了人的性命。 发作时,除了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外,还能怎么办呢? 今天就来教大家一个心梗突发的自救动作,拍打肘窝。 需要注意的是,拍打时一定要拍患者左臂的肘窝,千万不要搞错。 这个肘窝处有心包经的曲泽学,心经的少海学,还有肺经的齿泽学。 大力拍打这三个经络的血位,能促进气形、血形,令人发热出汗。 大家知道,心梗主要是血淤堵塞引起的,寒凝血淤,那温度高就化开。 我们拍打肘窝上这三经的血位,起到生阳化除血栓,疏通血管淤堵的作用。 这个急救办法非常简单,没有相关培训的人也可以操作,作用非常大。 平常拍打也能够防治各种心脏病,大大减少心梗发生的几率。 快把这个简便的急救手段转发出去吧。 你的一次转发,可能会挽救无数心肌梗塞患者的宝贵生命。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